在中国走南闯北 几乎能给地狱烟写一部记转题通识 为什么中国的卷烟品牌这么多 为什么不少本地品牌越来越难买 这和烟草税脱不开关系 中国有三亿多烟民 年卷烟消费量一万七千多亿 2010年中国烟草业年净利一千一百七十七亿 平均每天赚三点二亿 利润和中石油差不多 烟草税收几乎占到了国家总税收的百分之十 而我国的卷烟税收构成又相当复杂 它包含了烟业税 企业作得税 消费税 承建税 增值税等等等等 你在街上买一包烟 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钱都交了税 所以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 只要能生产卷烟的地方 就会有一大笔烟草税收 这就导致无论是多小的市场 多烂的烟厂 都能得到本地政府的拼死保护 这样一来 外地人闻所未闻的地域烟品牌自然越来越多 市境到了2001年发生了变化 因为这一年 中国加入了WTO 而这一年 世界三大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 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烟草公司的产量分别是1800万箱 1650万箱和900万箱 年产量不足10万箱的本地烟草公司要和跨国企业竞争 市场占有率不足2%的红塔山 要与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5%的万宝路对战 在尽力托卖万宝路们开辟中国市场速度的同时 国家也开始引导烟厂并购重组 烟酒不分家 微信关注市值TV后台回复白酒 带你看看中国的白酒 为什么没能走向世界 从这时候开始 中国卷烟品牌的数量逐年减少 品牌集中度略有上升 与此同时 烟厂也越来越少 2003年全国有123家烟厂 到2008年还活着的 只剩下31家 烟草业的战火还没熄灭 但关于吸烟这件事 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一直都是吸烟致死和戒烟困难的问题 这件事上就连医生都难以自律 2015年的数据显示 我国有46%的男医生正在吸烟 只比全体男性的52.1%略低一点点 在这里 市值TV郑重提醒大家 吸烟有害健康 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